今天上个视频 现在呢 我已经勾到这个左边 记号扣的位置了 我这里最后一针 我开始勾下一针 要勾一个简直 一个正常的长针了 我们取下记号扣 然后在下一针里 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后面呢 我们先来数一下吧 数一下是不是七组简针 因为我们鞋底加的时候 加的是七组 然后现在简针呢 也要减七组 我们来数一下 这个这里 这里是第一个简针 然后第二个简针 第三个简针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正好是第七个是简针 然后呢 我们最后一针 这里是一个正常的长针 这里就是勾 勾一数一下 就是勾对了 我们一边勾一边数 不要等一下 勾好的时候才发现 下一圈的时候才发现 然后就需要拆掉了 一边勾一边数 然后后面呢 我们这里同样的 还是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勾不加不减的长针 一直勾到倒数第四针 第五针的位置 我们到斜后跟的时候 还要再剪掉一针 不然这个鞋子就是 它斜口大 然后比较肥 不好看 现在勾一二三四五 还要再勾掉一针 再勾一个长针 好 倒在倒数第五针上 绕线 在倒数第五针上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在倒数第四针上 绕线 再勾出来一个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呢 两个 两个把它都合并 三个线圈合并 好 这里一针 剪针就够了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三个 不加不减的长针 大家动手把它勾一下 现在呢 我们勾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这里大家还是不给 不合并啊 因为我们还是要换颜色了 然后就不合并 不合并直接拿起我们这边这个 CASA的线 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CASA的线 给它合并 给它合并 然后呢 我们找到第一个长针 这个是七力针不算 这个是第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在上面 这个辫子针里 上面这个辫子针里 穿针 把这个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然后勾这个CASA的线 勾出来 然后再勾出来 银八针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立一个七力针 这一圈要开始勾短针了 然后我们就立的是一个辫子针 然后我们把这个黄色的线 给它拉到右边去 把它俩换一下位置 换一下位置 因为我们下一圈 最后勾这个 勾这个鞋筒的部分 还是要用黄色的线 所以这里呢 也不给它断线 我们把它放在右边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在同一针的位置 绕线带出来 然后再绕线 勾一个短针 我们这一圈呢 是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我们前面两圈 也是不加不减的短针 所以这一圈 就是大家自己动手勾 勾完之后 我们下个视频再来讲 斜头的勾法 我们下个视频再来讲斜头的勾法